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你的学号是什么呀 你什么时候毕业的啊 你什么时候入学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话 我们就可以猜一猜他是比我小还是比我大啊 所以呢 这个你说什么这个话呢 在韩语中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那么怎么说呢 无声帝예요 无声帝예요 帝 帝 帝是什么意思 属相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经常问他 你说什么呢 无声帝예요 你说什么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话怎么说 2013年是蛇年 对吧 那么去年呢是蛇年 今年呢是什么呢 是马年 对吧 那么 那么我们在韩语读这个年的时候呢 要读这2013年啊 跟汉语的读法不一样 汉语是一个字一个字读 对吧 2013可是汉语呢 2013怎么说呢 2013年 对吧 2013年呢 蝙地예요 蝙 蝙是什么意思啊 蛇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是属的意思 那么这个汉是年的意思啊 属年的 对吧 那么怎么说呢 2013年呢 蝙地예요 是属蛇的年 那么我再问大家 2014年呢 是什么年呢 怎么说呢 这个怎么读啊 2014年呢 2014年呢 무슨地예요 是什么年呢 那么怎么回答呢 2014年呢 是马年 对吧 那么 2014年呢 蝙地예요 蝙地예요 那么把这个 蝙换成马就可以了 蝙地예요 对吧 那么如果是狗年 怎么说呢 狗怎么说 牵啊 牵地예요 表示这个年 是什么年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学的 怎么要问属下 무슨地예요 你属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对话 A和B的对话 我们来读一下 杰尼是呢 무슨地예요 杰尼是呢 무슨地예요 杰尼 杰尼呢 是真理的意思 真理 你属什么呀 무슨地예요 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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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个兔子的意思 兔子 我是属兔的 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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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属兔的 憨疏型的尿 那么 杰尽 你呢 那么对方 这个A呢 叫憨疏 憨疏型的尿 那么我们说 这个 能尿 什么意思 你呢 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呢 我回答了 对方的问题 我回答他的问题 我再反过来 我们经常说你呢,他呢,我呢,那么在韩语怎么说呢? 能尿,汉素是能尿,那么要说我呢,怎么说呢? 我呢,你呢,能尿,这样说吧,对吧? 那么我呢,两岁啊,比你小两岁,所以啊,比你大两岁, 那么我是牛,属牛的,那么 저는,我, 두 살, 살, 살是什么意思,碎的意思啊,那么一岁怎么说呢? 한 살,两岁呢, 두 살, 세 살, 네 살,那么两岁, 더, 더什么意思,更的意思,更,我们在比较的时候说, 더,比如说,今天更热怎么说呢? 오늘은 더, 더워요,我的更大, 내가 더 커요,那么这个 더表示更的意思,那么 많으니까,这个으니까,表示原因啊, 那么这个 많다,多,很多的意思,那么因为这个 많다呢,下面是有这个韵味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으니까,那么如果没有韵味的人,我们可以用这个니까,啊,那么呢, 많은니까,因为呢,比你大两岁,所以呢, 소,디예요,我是属牛的, 소,是没有呀,牛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说牛肉怎么说呢? 소고기,那么呢, 그래요, 그래요,是吗? 우리가 소,디예요,니까, 운이 줄 거 같네요,那么呢,是吗? 우레, 우레什么意思啊, 우레,今年,今年呢,是牛年, 소,디예요,니까,这里又出现了니까,那么这里呢,有呃,这里没有呃,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해呢,是没有韵味的,所以直接加这个니까就可以了,那么 운이, 운什么,运气です,运气呢? tulgo kaneo,看你运气应该很好吧,那么这个tuta好,加这个urgo kata,表示呢,好像的意思,那么后面加这个neo,表示一个终结语尾,表示什么呢? 感叹的终结语尾啊,你今年的运气应该很好吧,这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好像跟我们汉语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觉得这个叫什么,本命年啊,本命年呢,是对自己不好的,是运气不好的,可是在韩国呢,本命年呢,反而怎么样呢? 啊, 운이 좋을 것 같아요,反而呢,运气会非常的好啊,这一点呢,和我们中国的风俗有点不太一样,对吧? 啊,那么我们来重新读一遍, 제니씨는 무슨디예요? 저는 토끼디예요, 한수 씨는요, 저는 두 살 더 많으니까 소디예요, 그래요? 우레가 소디에니까 운이 좋을 것 같아요,这是我们的对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单词学什么呢? 第一个, 디, 디, 디呢,除了这个生肖以外呢,还可以是什么,袋子的意思,代,袋子,对吧? 这个比如说安全带怎么说呢?安全带,这个腰带呢, 허리 디,那么这个 디和这个 디的这个发音是一样,都是 디,那么这里表现什么,生肖的意思啊,你是什么,你说什么呢? 무슨 디예요? 무슨 디예요? 那么下面呢, 토끼, 토끼,兔子,我们有一个R个, 산, 토끼, 토끼,对吧? 那么这个 토끼呢,就是兔子的意思了,那么 살,睡啊,一岁呢, 한살,两岁呢, 두살, 소,牛,啊,那么这个 해呢, 해呢,和这个娘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娘呢,表示什么呢?是一个汉字词的年,那么固有词的年呢,是 해,啊,比如说我们的新年,我们说新娘的, 那么, 세 해,也可以这么说,对吧?表示新年的意思,那么今年怎么说呢? 우레, 우레,嗯,那么之前呢,还有一个朋友问我啊,这个 우레呢,到底怎么读是 우레呢?还是 우레呢? 那么这个heal,跟这个前面的这个韵文呢,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heal的发音要脱落掉的,那么发音的时候我们读这个 우레, 我们说 우레,啊, 우레,不是 우레,如果慢慢读,可以读成 우레,但是呢,快地读到,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黄色的部分呢,非常的重要,表示运气的意思,那么韩语的运气怎么说呢? 운,啊, 운,运气的意思,比如说, 운이 tutta, 운이 tutta, 운이 tutta,运气好,那么反过来呢, 운이 낙不다, 운이 낙不다,运气差, 那么还可以怎么说呢? 운이 tutta, 운이 tutta,没运气啊,我这次真的是不走运,没运气, 운이 tutta,对吧? 这个 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운呢,是这个运气的,这个运的汉字词的表现方法了,嗯,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文法啊,语法讲的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ника,非常非常的重要,表示原因、理由、证据的意思, 那我们来读一遍课文中的这句话, 운が走ua니까 운이 turta Import거든요, 今年呢,是牛年,所以呢,你运气应该很好吧,嗯,那么, IRS是什么呢? 是名詞,而且是没有运气的,我们可以直接加這個니까就可以了,嗯,那么我们看一下, うにか或者是にか 表示原因理由证据 那么可以加动词形容词 也可以加名词 那么在加这个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呢 不管有没有韵味呢 有韵味的时候呢 我们加这个うにか 没有韵味的时候 直接加にか就可以了 那么名词的时候也是一样 名词的时候呢 如果是有韵味的时候 我们加这个いにか いにか 如果是有韵味的时候 我们加这个にか 没有韵味的时候 加にか 比如说 へにか そりへにか 怎么怎么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句 아이를 찾았으니까 安心ません 아이를 찾다 찾다什么意思 找 찾았으니까 已经找到了 那么这个 찾 什么意思 找 那么加这个あ 表示呢 过去式 那么这个过去式 这个あ 是下面有韵味的 所以加这个うにか 所以呢 安心ません 请放心吧 安心まだ 放心的意思 安心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알고 보니까 了解了以后 知道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不大呢 是动词 而且它是没有韵味的 所以直接在后面 加にか 就可以了 알고 보니까 个サラミー 那个人呢 결혼했어요 已经结婚了 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 非常重要的 一个 表示原因 理由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 介绍的这个属相 D 我们说 这个韩国的属相 和中国的是一样 有12个 那么一盘 有3个 那么我们看 第一个什么呢 老鼠 老鼠怎么说呢 居地 那么第二个 什么呢 牛 牛怎么说呢 第三个呢 什么呢 老虎 那么第二排呢 刚才讲过了 兔子 第二个呢 雍地 雍地 雍呢 是龙的意思 龙 属龙 第三个呢 扁地 扁地 蛇 第四个呢 下面这个 第三行 第一个呢 属马的怎么说呢 马地 马地 这个呢 羊啊 羊地 羊地 那么这个 怎么说呢 温宋于地 温宋于什么 猴子 属猴子的 温宋于地 那么下面呢 是什么 鸡 扁地 扁地 那么地 倒数第二个呢 属狗 铐地 最后引用了 猪啊 猪怎么说呢 蜕鸡 蜕鸡地 属猪的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的十二个 生肖啊 那么你属什么呢 当心的 无声地 那么老师是属 老鼠的怎么说呢 草能 属地 这么说就可以了 大家都学会了吗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那擦 这是奥 散 10 10 20 20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